各位朋友们,各位韭菜同胞丹民们,大家好啊 本集视频呢,我就不关心14亿韭菜了 我就关心一下地球80亿苦乱的灾包 人生大事啊,人生大事基本上就几件事情 一,怎么发财 二,怎么找女人 三,怎么找男人 基本就这么回事 好,我现在本集视频呢,主要跟大家讲 什么女人绝对不能跟他结婚 我下一集视频呢,我讲什么男人你绝对不能跟他结婚了 记住我,我没有任何歧视 我只是说,搞一个标题比较吸引人 什么女人绝对不能说跟他结婚 至于你要跟他上床或者谈恋爱,那是另外一回事的 那是另外一回事 结婚是完全是另外一个事情 什么女人,你看到网上,你看YouTube 好多讲了,讲这讲那,就没讲到重点 全是扯淡了,我看了,干嘛就没必要听 不光我听了中文呢,我听经文呢,好多讲什么婚姻啊什么,也不行 全扯淡了,没一个真了 我告诉你,第一,这个女,我讲什么女的,你绝对不能跟他结婚了 举个例子,这个女的,你假设你就是普通人,这女的也是普通人 她的工作,假如说她是在银行里面,数钱呢,出纳 你就想一想,她只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 但是她每天都见到这些钱,客户 一来一去,全是几十万,几十万,几十万 她工资可能一个月就几千块 人 人是很难抵挡金钱的诱惑的 当然不是说这个钱就给她 而是说她天天看这个钱 她可能错误的以为自己就属于这个阶层的 她会觉得,哎呀,我跟你搞什么搞,明白吧 包括那个秘书,有一些大老板 或者说小老板的秘书吧 她建造的周围,全是老板跟老板去开会的 老板又开会了,或者说老板又开展什么远大的计划了 就她所接触的,而她本身就是个上班族 她看到的世界是这样的世界 你跟她搞 人家一看,你这啥人呢 实际上她自己就是个普通的韭菜 但她以为自己就属于老板那个阶级 人嘛,就是这么回事 这第一,你不要跟她结婚 第二 假如说这个女的 她的前男友非常优秀 哎呀,高富帅啊,性格又火啊,那七八糟 就整个就是属于什么的 优秀的男人 至于什么叫优秀男人,你自己慢慢理解 她如果是这样的 这女的你也不要跟她结婚 为什么 人家前面搞过的男人,他妈这么优秀 最后来搞你 你说白了,你就个屌事一个 或者你就是个普通人 因为在那个女的看来 我这么漂亮 哎呀,我当年我搞的男人都是那种档次的男人 现在他妈我老了,没办法 连老色衰了嘛 跟你这 上班族在一块搞了 跟你这种档次的男人 没办法 他可能也会这么想 你没办法 对不对 但你要跟她跟着女的结婚 怎么解啊 没办法 一定要记住 这个是大忌 你要这步路你走错了 那你真的是完蛋了 他在生活之中 在他的内心 他觉得我当年是属于那个等级的人 现在被迫下嫁给你 实际上他自己也是个打工仔 也是个上班族 但是人不是这样 人一旦他被那个高等级的男人 那个睡过了 玩过了 或者怎么样 他认为自己就属于那个阶级的 就人性嘛 人性 第一 这是第二 第三 如果这个女的他前男友 第二不是说他前男友特别优秀嘛 第三就是说这个女的前男友 特别垃圾 他假设他交过几个前男友啊 其中有一两个 特别垃圾 三教九流 不务正业 不三不四 社会地痞流氓 社会边缘群体 甚至是罪犯 你不要跟这女的结婚 为什么 这个女的判断能力有问题 判断能力有问题 无论他是什么原因 他可能说被这个男的骗了 或者说这个男的本来好 结果跟着他谈恋爱之后 这男的就去犯罪了 不管是什么原因 就是他的判断能力有问题 你跟这女的过日子啊 结婚啊 那不有病吗 就是他判断能力不行 你咋找人全都找这种畜生呢 没办法 而且女性是什么呢 女性在他面对跟一个男人上床 或者谈恋爱的时候 女性是比较谨慎的 我就这么讲吧 许多女的说呢 我可以性和爱分开 现在此时此刻 在你的地方 打开你的大门 进入停乐场 停乐场过来的第一个男的 你跟他做爱 你愿意吗 第一个愿意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你说性和爱能分开 你愿意吗 你保证不愿意 女性是很难把性和爱分开的 也就是说女性当他面临 当他决定跟他谈恋爱 或者怎么样 他一定是做出 缜密的这个思考 一定的 但是在这些思考之后 他依然选择了 这个 就是说 看错了 眼光不行 看了什么不三不四 低脾流氓 那完了 那证明他这个 他这个看人的能力不行 是非观他不行 对不对 也包括老说被别人骗 我这么讲 你如果老被别人骗 证明你本身就有问题 真的 我不是说骑士女性了 包括男的也是 男的也是 找一个老婆 骗了你 找第二个老婆 我又骗了你 证明你这个人本身 智商就有问题 能力 就是整个眼光 整个的思维就有问题 你怎么找了女人老要坑你呢 啊 你是什么人 明白吧 就能力不行 你就别理他就完了 这种人就远远的 第四 哪里不明的女性 啥意思啊 假设你跟一个女的 因为正常人啊 谈恋爱 结婚啊 或者什么都是从陌生 到那个熟悉 谈恋爱 然后结婚 正常 你在进入陌生状态的时候 一开始陌生 然后认识 如果你发现 这个女的难力不明 因为人啊 一般也就二十几岁 三十几岁 对不对 你没到八十岁吧 就是说你的短暂的人生 二十几岁 三十几岁 而人大部分呢 在这个年年段 大部分他的时间 是在学生时代度过的 也就是说 他的生活 就这一类人的生活 是人生刚刚开始 他不应该多么复杂 对不对 你不是五十岁 五十岁 你像人家搞什么间谍啊 企业家啦 或者就你看艾隆马斯克啊 比亚盖茨 巴菲特啊 就人家的年龄到了 他可能会有丰富的经历 你不能说二十几岁 三十几岁 你整个人 感觉说我当过特工 当过CIA 又给那个白宫当过保镖 又去过中南海 又 这概率很低 又说在摩基哥犯过毒 当给毒交 当过 当过那个贴身警卫 就是这个可能性很低 如果这个人 这个女的 她来历不明 在跟你交流过程中 你判断她 来历不明 很危险 很危险 你不要跟她结婚 很危险 那我去研究她 她的来历 你不要研究她 为什么 正常人与人的交流 以臣相待 安迪 什么样啊 我什么样啊 因为你正常人 朋友之间交流 你一定会讲到 你的过去 你的工作 你的家庭 一定了 正常人了 只要稍微有一点交流 就她会透露好多信息 如果说你在这个交流过程中 你判断她 还是来历不明 那她一定要隐藏什么 你就别费劲了 不要去研究她了 研究她干嘛 地球这么多人了 你研究她 你疯了 搞不好 是哪个大哥的女人 要不要命了你啊 啊 你明白吧 看懂 看透 不是说来历不明的女人 你不能跟她结婚 就所有来历不明的人 你都得远离 你要不要命了你啊 关键时候 要你命了 你是啥都没有 你爸也不是当官的 也不是亿万富豪 你的承受能力是很有限的 你抗风险能力是很低的 你真的是 就跟赌博的呢 王台的呢 你的法马是很小了 你还那麽的 你还试一家 哎 看一看 你不就冰了你 这种人的纯粹智商 这种人的话 我建议啊 女的也不要跟他结婚 这种男的也是智商低 基本上就是纯神经病 不知道自己几斤净量 干什么事情的呢 真的是 好吧 我又讲了四点 这室内女性脑 绝对不能跟他结婚 有人说那家伙 那这几个女的跟什么人结婚呢 这个东西就是 他们跟什么人结婚 跟你是没有关系 啊 你记住这个 拜拜 下一集我讲一下 绝对不能跟什么男人结婚 这妈的真的是 拜拜 拜拜